蔣經國總統紀念圖書館 落成啟用 當日我代表本黨 還有馬前總統 還有很多的先進同志 大家一起參與 那當天 蔡英文總統 也來參加 他 從頭到尾的致詞 並沒有 肯定蔣經國總統 而 特別只強調一句話 開放給人民決定 這是哪一種的 參與的方式 而民進黨 各方的批判 各方的攻擊 更是充滿矛盾 更是對 金國先生的侮辱 金國先生的攻擊 各位好朋友 台灣 經過 這麼多年 政黨輪替 民主時代 多次的民調 最受肯定的 永遠民眾 最敬重的 就是我們 金國先生 就是我們 金國總統 而我們要再一次的強調 蔣經國路線 就是 中國國民黨的路線 金國先生 最強調的 就是要 能夠 捍衛中華民國 能夠保衛台灣 能夠 建設台灣 更重要的 我們要民主自由的 愛台灣 每一項 都是我們堅定的立場 而民進黨 或者是 蔡總統 願意跟隨 金國先生的路線 我們絕對歡迎 但是不要 扭取 金國先生的立場 跟路線 金國先生 反對 獨裁 共產 專制 更反對 台獨 他多次強調 台獨 是 會害台灣 所以 反台獨 保台灣 反獨保台 是金國先生的重要主張 跟路線 民進黨的保台 不是保台灣 是保台獨 民進黨的保台灣 不是保台灣 是保台獨 民進黨是用 台獨 害台 金國先生 是用 版獨 真正的保台 金國先生 推動 十大建設 建立 新竹科學園區 包括台積電 在內 他是真正 建設台灣的總統 而 金國先生 創建的 護國神山 台積電 而民進黨 這幾年在經濟上 是明顯的 掏空台灣 請問 蔡英文總統 請問民進黨 你們現在每一天 講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 那是金國先生 創建的 而民進黨 有沒有護國神山 我看是沒有 確實有一個 護黨神話 高端 這是民眾 看到最遺憾 他是靠 護黨神話 高端 而金國先生 才是真正 創建 護國神山 台積電 請問民進黨 請問民進黨 請問民進黨